台橋Vlog 韋恩又回台灣囉 這次要來帶大家 兩天一夜台中輕旅行 出發 現在時間是 11點5分左右 我昨天跟女友約11點要去他家接他 但我又慣性遲到 所以我 他家已經先下樓去買早餐 可能已經有點在生氣了 我們等一下看看他的反應 然後我們今天要去台中兩天一夜小旅行 出發 我們今天不是要去台中嗎 那請問我們現在已經快要12點 我們去台中的第一個行程 我們要去剪頭髮 哈哈哈哈 竟然是先去中山站剪頭髮 我馬上問我說為什麼你們兩個在耍廢 為什麼 還要先去剪頭髮 這就是我們兩個耍廢青年的生活方式 聽說我後面那個 原本南西店的二館 之後會變成成品生活 而且啊 好像會進很多日本相關的櫃 我現在聽說是有那個 Flappers 然後那個什麼 原田宴咖啡 會有很多日本的牌子 都會在後面的那個 成品生活 去女友剪髮的店 叫做Flappers 這就是我的攝影裝備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呢 剪完了 剪完囉 剪完了 剪完了有差嗎 沒有啊 剪完頭髮了 然後女友說要帶我去吃一個很厲害的東西是什麼 大師兄銷魂麵 對喔 因為剛剛大師兄拍不到 我們中餐決定要來吃這一家 叫什麼 Hulu House 是賣那個中式的蛋 感覺蠻酷的 我們點了啥 看不出來嗎 這是兩杯冰拿鐵 我是問給觀眾聽的 三個辣醬 辣醬很大 然後皮很酥 吃飽囉 牽車吧 出發去台中 耶 到台中囉 耶 在我後面就是我們今天要住的 紅點 紅點文旅 Red Dot Hotel 然後它是以這個 溜滑梯 主稱的 我們今天的房間總共就只有 一張床而已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小一點 找到它的房間有一個小小的亮點 就是這個咖啡機 我們停好我的車子 然後現在在叫Uber 因為我們怕很難停車 然後所以我們從台北開車來台中 然後 坐Uber要去一中街走路20分鐘 耶 我們搭乘Uber來到一中街囉 以前常吃後面這一攤 請問你有印象你來過一中街嗎 來過一次 那你對一中街的印象是什麼 就是很大的夜市 哈哈哈哈 那你知道一中街為什麼叫一中街嗎 因為那個啊 一中在旁邊啊 唉唷 不錯 來喝一個阿越紅茶冰 妳有試喝一下 好 尷尬臉尷尬臉 我們點了很像鹹水雞的醉雞 滿滿的醉雞味 吃一下 喔 好好吃喔 它的雞好嫩 而且那個醉雞 特寫一下醉雞 酒味很濃 好像特寫不到 喔有了有了 有沒有有沒有 因為偉恩之前帶來台中念大學 住了四年 所以其實 一中街這裡我算滿熟的 好不好 但是因為 真的超久沒回來 覺得這裡變滿多 有超多新的店 像是我身後這個 海賊王這什麼專賣店 你以為我們又在叫Uber嗎 那你就猜對了 哈哈 我們現在逛完一中街跟中有 要去吃今天的宵夜 聽說是台中必吃第一名的燒肉 叫烏馬燒肉 我們點了澳洲和牛的套餐 其實今天吃這個燒肉 算是幫女友晚一週慶生 因為上個禮拜她生日 我在東京剛好有一個影片的工作要拍 所以沒有辦法回台灣 所以呢 今天就來幫她慶生一下 然後其實也算是幫我慶生一下 因為我生日跟 跟我女友生日 差了兩三個禮拜 兩個處女座的交往 我覺得不錯 OK 肉盤來了 好 試吃澳洲和牛 牛吃起來其實比較瘦 沒有那麼多油滑 所以沒有我想像中那麼肥 不過肉質還是算不錯 吃飽囉 吃完生日大餐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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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吃了這個雙人爆餐 然後其實它是很亮麥 就很飽 對啦 就是很飽的意思 我們因為剛剛吃太飽 吃燒肉吃太飽 所以呢 就在路上散步 走走晃晃 走回我們今天的那個 紅點文章 文旅 對 然後差不多要結束 第一天的旅程囉 雖然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台北 剪接到這裡我們覺得這一集實在太精彩了 所以我決定把它拆成上下集 那我們就下集見到大家 掰掰